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真是屢創歷史 竟然可以激發起兩個專業職系罷工 根據最新的消息就是 醫管局員工連線公會宣布 截至下午5時半的數據 已經有8825名工會成員 實名地簽罷工的宣言 而且加入新工會人數 將近有2萬人 即是佔總員工人數的兩成半 在短時間內聚集到這麼強的民意基礎 這些全部都要歸功於林鄭 他們剛才召開了會員大會 決定了什麼呢? 就說如果政府拒絕封關的話 將會進行工業行動 由禮拜一開始先改行台風艦 即是只做緊急工作 在其後再罷工四天 倘若這次罷工搞得成的話 就會有幾大特色 第一 這次罷工是由百領的員工主導 而且是由專業職系 即是醫生和護士發起 在立法會內有兩個功能界別 包括醫學界和衛生服務界 這件事真的從來從來都沒試過 過去香港有哪幾次大型的罷工呢? 包括一個世紀以前的1922年海原大罷工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 以及1967年的左仔罷工 這幾次都是人數最多 規模最大 不過這幾次大罷工 都是以藍領工人 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為主 但是這次竟然激發得起 這個不太可能罷工的百領工人 去參與這些罷工行動 林鄭真是 你真是最厲害了 香港開埠以來都沒試過 當然在70年代 都試過兩次教師罷工的事件 包括73年的文憑教師罷工 以及77年的金禧中學事件 只不過這兩次教師罷工的規模 遠遠及不上 今次醫護人員罷工的規模 是在說上萬人 第二個特色是什麼呢? 對比起2022、25和67年的罷工 今次完全不涉及任何境外勢力 來去吹拆 海原大罷工 就是國民黨在背後拆動 這個省港大罷工 就是國民黨、共產黨 以及廣州的國民政府 在背後拆動 六、七年那次不用說 就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而今次的醫護人員大罷工 就真的完全不涉及任何境外勢力 或者外國勢力 真的全部都是本地人 你不能再賴 今次你都不見他們出來賴 不過就出來哭苦哭忽 說一些或者恐嚇性的說話 什麼人就終歸一死 那些廢話 或者有個馬例醫院的總監 走出來說 這些醫護人員 就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待會再拼他 第三 就是這次的目標 對比起過去的三次最大規模的罷工 今次是非政治性的 純粹就是要求特區政府封關補港 這個是無分什麼黃藍 純粹是一個對於香港的公共健康 公共利益著想的事情 到底那名馬例醫院的副行政總監 李國維向全院發出的訊息 說了什麼廢話呢 他就說 請謹守崗位 不要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實情 如果不罷工 才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才是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因為這次人家罷工 很明顯就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不是為了薪酬而罷工 不是為了爭取自己的福利 是多加一些假期 或者多加一些津貼 不是在說這些事情 人家是促請你特區政府封關補港 這件事是在說全民的福祉 怎麼會說他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他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the right side of the history 還有 你搞這些道德綁架 情緒勒索 妖言畫宋 就說人家成人之危 致市民大眾生命健康利益於不顧 致同僚生命利益於不顧 致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 這個人不是罷工的醫護人員 這個是林鄭月娥 只要她肯決定把關口的口岸封閉 那就沒事了 而且我也不明白 有些人還在留言說 封關了就沒有米吃 封的是封人流 不是封貨流 有沒有這麼白癡 而且封的是封大陸人入境 而不是封鎖本地人 因為本地人是不能封鎖 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就是受到基本法第31條所保障 故此就算是全面封關 也是封大陸人不讓他入境 香港人不能封鎖 他要出境入境 他去死你不讓他死嗎 是吧 但是盡量減少了外來的人士 這件事有沒有這麼難理解 封關 大家都明白意思 意涵是怎樣的 要不需要每一次都拿出來說清楚 寫完那些範疇出來 才說一次 有沒有這麼低B 請問是 封貨流又說得出 封貨流封那條狼 是不是 他沒有這麼白癡 從來都在說封人流 怎麼會有些人說這些 這些浪費時間 我不想拼搏 但是有些人 告訴你 低B 這條總監還說了什麼 他說 有過往醫療經驗和快速應對措施 沒有打不贏的道理 你猜是人定勝天 你猜是 學了老共那一套 然後他說 他們今天所做的就是明天的歷史 過往的經驗就清楚說明 沒有抗系不了的疫症抗擊 他說 我們將來要為今天負責 請緊守崗位 不要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你就真的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到了這一刻 還不向林鄭施壓要求的全面封關 再不封就真的遲了 到底那十四天是何時開始計算 當然是由全面封關那天開始計算 然後在十四天之內 如果再沒有任何生增的個案 那就變成了沒有事 就是這麼簡單 你到現在都不肯封關 你就在這裡斥責那些員工 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其實你才是站在錯誤的一方 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如果你這條總監是認為 真是沒有打不贏的道理 請你不要抽生死炒 請你自動請英 自告奮勇走進隔離病房 進行服務 這樣就可以了 你起碼有基本的說服力 雖然你這樣做的行為 都不能夠說服到即將要罷工的醫護人員 但是你只是在背後那裏 坐在那個冷氣房那裏 指手畫腳指點江山指天篤地 你是沒有任何的說服力 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 你當然會點那些人去做事 是不是 你自己做 你自己身先事卒 你不做 你就不要點人做 又不要說歷史錯誤的一方 又沒有打不贏的道理 又說將來要為今天負責 說這些廢話 你自己有沒有做 你自己不做 你自己在那裏做逃兵 你就不要指揮別人去做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 說不說得通 泥水佬做門 過得人過得自己 總監 現在真的風水輪流轉 以前的越南船民逃難來到香港 現在越南宣布禁飛香港 現在台灣解禁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外交部交涉 於是乎得出一個消息 就說越南方面釐清台灣並不屬於中國大陸 於是乎就解禁 但是香港是繼續停飛的 那裏逃生門就慢慢開始關閉了 越南 科威特 意大利 之後將會是怎樣呢 大家就真是 其實可以預計之中 好了 接著就是講講這個王剛 就是在武漢附近的其中一個市 他們即日起實施了市區人口出行的管控措施 就說嚴格要控制市區的居民出行 每戶家庭每兩天 只能夠派一名家庭成員 出街採購生活物資 其他人員除了生病就醫 疫情防控的工作需要 在商業超市和藥店上班以外 是不得外出 而且所有幹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就要發揮帶頭作用 管好自己的家人親屬 帶動街坊鄰居 這件事當然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疫情 才會做到這樣 武漢還是封城 王剛就叫你不要出街 大家可想而知當地的情況是怎樣 目前在網路上所看到的視頻 大多數都是來自武漢市 關於周邊的城市 只能夠通過一些非常零碎的片段 和資料可以看到他們發生什麼事 黃剛暫時還未找到資料 但是你看見他有這樣的通知 你就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疫情 否則就不用搞到這樣 如果是已經穩定下來 還怎會嚴格禁止他們出行 所以根本上繼續爆得很厲害 不能夠調以輕心 而且之前有個消息說 廣州、深圳、珠海、佛山和東莞 已經做好建設臨時醫院的準備 香港到底在搞什麼呢 什麼時候才封關呢 林鄭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